大家好,最近AI换脸跟素质人主播非常的火爆,特别是DID,只用一张图片便可以生成一段会说话的视频 这种AI技术让人震惊,但是它收费并不便宜,对个人用户来说很难大规模的应用 那么有没有既免费又好用的AI工具来进行替代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我们发现一些免费的客人框架,请给大家总结一下如何使用这些框架跟工具的 其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拍增工具的使用,但是你不用担心,只要会电脑跟着我的视频一步操作 也可以制作相应的视频 现在主要介绍的开源框架有两个,一个叫video retalking,另一个叫video to leap 它们原理比较相似,也比较简单 是算法通过学习成千上万条视频中的口形与语言发音之间的关联 然后算法就能根据一段给定的语音将视频中人物的口形进行图像修改 与这段语音进行匹配 看起来就是你用一段语音修改了原视频 使原视频中人物说出你想要说出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要道步骤 第一步我们需要做一个数据准备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个数据 一个是视频数据,一个是音频数据 那么要求就是视频跟音频的数据的长度要一样 我们准备的是同样的是一个12秒的视频 一个是12秒的音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12秒的视频呢 是一个我自己用手机录制的一个视频 是没有任何语音的输出的 而语音呢是我从其他的视频中导出了一段 这是一段英文的 让效果看起来会更加的真实一点 然后呢大家可以准备的视频可以用iPhone去拍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是iPhone拍出来的视频呢 它的色彩空间是HDR 需要把它导成SDR的色彩空间 因为这两个免费的看框架呢 会将iPhone的HDR的色彩空间给它降级很多 所以生成出来的视频呢会导致它的色差非常大 准备完成成这两个素材之后呢 我们需要就准备一个collab的一个账号 collab呢其实它是一个谷歌旗下的一个在线的一个Python工具 它可以运行执行Python代码 免费的使用GPU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算法呢 其实需要一些GPU的资源呢 那用collab的应该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来运行我们这些算法 注册也非常简单 大家没有这个账户了需要自己去准备一下这个collab的账户 那么接下来来到github来搜索一个叫video retalking 另外一个叫willtulip这两个开源框架 那么找到开源框架之后呢 我们往下翻翻到它这边有一个readme这一部分 readme下面会有openincollab 我们就点击一下openincollab 那么它就会把它的一些一些基本的操作就会在collab中导入进来 那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让我们来授权 点授权 授权之后呢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在我们的账户上来运行这段collab 就是Python 其实就是一段Python脚本 Python脚本主要做什么呢 首先是来建立一个环境 也就是说把这个开源框架的代码和环境来安装到我们collab的这个主机上 那么如果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将我们的准备好的这个视频跟音频上传到这个这个环境中 然后我们再运行去让它生产 那么就可以生产出我们想要的这个这个视频了 那么来运行一下 直接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输出了 就是它正在建立这个环境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圈圈一直在转 说明是它一直在运行过程中 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们看这边环境终于是完成安装了 然后我们继续download pre-trained models 然后我们同样点击运行这个小按钮 它就会转圈圈 这个是下载应该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区这个 左边这边有一个像文件夹一样这个图标 我们点下能看到我们这个工作环境的一些这个目录 目录目录结构 待会我们会用这个目录结构 上传我们的那个准备好的音频和视频 我们先等这一部分下载完成了 好 它已经告诉我们完成了 显示40秒打上一个小绿色的对购 就代表它这一步做完了 然后继续走 Inference它会告诉我们 它的两个参数跟video跟 audio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让我们准备这两个数据 就是我们先前要准备好的那个数据 然后那这一块又一个新的代码块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它 这边主要是来确定video跟audio的两个目录 我们看到这边它写了一个video是face example face audio是example face 然后我们看左边这个folder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它这两个目录 打开这个video talking 然后examples 我们看到这两个目录 一个audio和一个face 它默认会用这两个文件 一个是一 这个视频用是1.mp4 然后这个audio用的是1.wav 然后把这个改一下稍微 因为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数据 所以我们把这个文件名改成我们自己的文件名 所以我们这边有的文件名是对吧 input audio跟input video 所以把这文件名给改一下 文件名改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两个文件上传一下 上传到对应了这个文件夹 audio放到这个位置 直接拖就可以上传 非常简单 然后再把这个video上传到face这个文件夹 然后它上传的同时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 它一个目录这个这段代码 可以点运行一下 相当于生成了一个对话框给我们 我们可以进行选择了 我们其实把代码已经改完了 所以说它默认就选成我们改完那个文件名字了 如果大家不改的话 可以这样进行选择也可以啊 所以它可以对这个文件夹下的文件 进行浏览 并选择这么一个功能 而选完了之后呢 就到了我们最后一块了 它就是visualize的input video感audio 就是生成我们最终想要的这段视频 我们点一下运行 然后这个可能会花费一点时间 因为它是用GPU来帮我们生成 我们看到13分钟打热的对勾了 这花的时间的确很长 output在result output这个地方 然后剩下这一步 其实我们也可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也可以不运行 直接我们点一下吧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最后一步 来看一下这个video 好了出来了啊 你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吧 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结果 这是第一个视频 你看第二个是啥 应该一样吧 Hi I'm Jason Tidik I help people overcome their fear of public speaking and deliver amazing presentations and 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captivate your audience within the first five minutes 他这个挺好的啊 就是做了一个对比 左边这边是原视频 右边这边是他生成之后的视频 可以看到啊 它一个对比 再看一下 Hi I'm Jason Tidik I help people overcome their fear of public speaking and deliver amazing presentations and 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captivate your audience within the first five minutes 有点意思是吧 然后我们如果我们想下载这段视频 我们可以找到左边这个目录下面 有个叫result result这边有一个output 我们点右边这个三个点 点下载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保存到本地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一个开根框架 给我们生成的这个视频 第二开根框架叫 我们找到它叫wheel to leap 我们同样往下翻页 找到collab notebook这一部分 它这边有两个 一个叫updatedcollab notebook 我们点这个 第二个这一部分 这个应该是最新的它的notebook 这个操作跟刚才那个操作其实是一样的 它可能速度更快一点 第一步叫setup 到setup这个环境 点击运行 然后仍然运行 操作跟刚才的是相似的 完全相似的 第一步setup已经完成了显示淡了 对吧 已经显示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它让我们upload的这个两个文件 我们点一下运行一下这个这个代码 它会很方便的让我们去upload的这个文件 运行这段代码之后呢 它就给我们生成了一个按钮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按钮 我们找到我们要上传的这两个文件 然后点击打开 它就自动帮我上传了 这两个文件 然后它会默认找到sumbo data的input video跟input audio 如果我们上传成功的话 应该会在这个地方会生成这两个文件 好了我们上传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目录下边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啊 我们点一下这个刷新这个 看到这个目录下多了这两个文件了 就是我们上传这两个我们的音频跟视频文件 那么我们接下来走这个下一步 create这个video第二步 我们点同样点运行按钮 看到后面的目录跟我们这个文件名是一致的 那么就可以create了 这个速度应该比刚才那个框架要快一点啊 应该是我们的想要的视频已经生成完成了 总共使用的时间五分钟要比刚才那个要快很多啊 我们来继续下一步第三步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还要显示一下这个结果 看是什么样子啊 这个嘴都涨到脸上了 这个有点问题啊 这个不是特别好 下下来啊 先放着啊 就是这个开源框架啊 结果并不是特别让人满意啊 给大家介绍一个线上AI工具 它本身录制好了很多的这种AI数字人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这是它录好的数字人啊 都可以看一下 它会有一个更加高级的功能 给他们的团队 他们团队在接下来的两个工作日内 去帮大家生成一个 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模型来录制好的一个 啊 数字人啊 数字人最后的最终的效果呢 就类似于这里头这些数字人的这个效果 那么到时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形象来生成视频了 那么本期视频大概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转发评论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